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一的股台Marks and Mind 坐我身邊有蘇貝豐Daniel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問他 Daniel 看回今天的市場 最重要是成交終於上回到1000億以上 其實跟隨著上星期外圍 貿易戰和加息這些不明朗因素稍為降溫之下 港股在星期一可以說是樓頭升到落尾 其實除了剛才所說成交增加之外 都修復了五十天線 其實都是連升三個交易日 看回Daniel 上次就是上星期就單調 一天升一天跌 現在就連升三個交易日 其實那個三角形的頂部都好像突破了 看回港股之後的走勢 會否真的重拾回升軌呢 重拾升軌的了 技術的走勢突破 還有Khloe也提到的 基本鏈方面的風險是舒緩了 起碼短期是舒緩了的 兩方面都配合 基本因素和技術分析都配合 向上突破應該都沒有什麼疑問 之前都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調整 即是一月底開始 都出現一個超過大概一成的跌幅 之後都做高低腳 恆至現在都可以說是完成了調整 向上確認升浪了 短期除了風險方面是舒緩了某疫戰 或者是地緣政治風險 現在北韓和美國都有計談 初步是這樣看的 加息憂慮又回落了一點點 各方面都支持到 港股的氣氛改善了 如果港股本身當然三月份業績期 以及四月份第一季的中資股業績都會公佈 預計普遍都挺好的 應該都可以支持到事在反覆上 但你如期剛才提到很多因素 即是不好的因素都消化了 港股可以上高位 但會不會像之前那麼厲害 還是像之前那樣一支箭火箭飆上去 還是反覆反覆 中間也有個挺滑的上去 會是反覆點滑點 不會像一月頭幾個星期那樣 不斷地升升 升到33500 因為當時破了頂上 沒有蟹貨沒有阻力 但現在再升上去 雖然基本因素都支持到 但始終會有些蟹貨出來 而且經過了一、二月份的大市波動之後 始終市場的戒心都會高了一點 變成反覆地升上去 就不是一支箭飆上去 那你可看最高可以去到哪一個水平 支持位阻力位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短期其實現在是31600 如果再向上 就突破之前反彈高位31800 應該可以的 即是突破這個位置沒什麼問題的 但可能真正突破之前 還會有些反覆 估計如果後抽回到31000 即今天有上升裂口 裂口底部31000 同時都是三角形的頂部阻力 突破了之後 有時都會有些後抽 整固一下才上去 所以短期可能會有些回讀都不出奇的 但向上其實都可以再看高一點 大概可能32500 這些水平 三四月份又沒有那麼快 會創新高 即是未那麼快創新高 但短期之內 高位可以去到32500 那個水平 說完大股 其實都有人馬上問 Daniel的內銀要怎樣做 其實為什麼觀眾會這麼關心 都跟今天的內銀爆升很有關係 其實今天人行也有逆回購的操作 其實除了這個消息之外 之前的中銀監就降了調撥比紅線 其實之前的內銀已經炒上來了 誰知道今天還有一轉升得更加厲害 健行更加升到 可以說是快過過山車的飆了上去 Daniel想問這些內銀 其實短期之內要怎樣處理呢 其實短期有貨就拿著了 其實內銀也不怕拿著 因為估值低 雖然早前的股市回 他也是跟著股市一起回 但始終還是估值低 之後再會有一輪估值 向上重估的機會 一月初那下就是第一輪 之前估值的確不算太便宜 例如建行9元這些位置 股息率也可能只剩下4多 但是回到一輪 現在就剛才Cole提到中銀監的 撥鼻紅 撥鼻比率可以調低一點 如果是的話 當然到今年 明年的盈利也會有高一點的增長 雖然這些都是賬面 不關現金流的事 但始終盤數好看著 變相股息又再吸引了 對於之後股價向上的動力也有幫助 近這一兩年都是 因為當行業升上來 建行都是在四大行之中帶著 建行公行都可以 相對來說農行中行落後一點 所以現在行業又再轉強一點 如果四大行之中 都是率先選建行 如果要高增長一點 當然368招行也是另一個選擇 因為盈利增長也比四大行高 雖然股價是高一點 但當市場業分好的時候 傾向選擇一些增長型的股份 所以招行也會先套 至於有些觀眾近來都問1398公行 這一集又怎樣看呢 公行其實跟939建行都很接近 一路的業務上 很多的財務比率 業績方面都很接近 我想股價走勢都不會有很大分別 但經過了今年 頭兩三個月的表現之後 似乎建行就跑先了一點 公行就落後一點點 我想走勢上相差不大 但如果考慮回落的風險 可能因為公行已經跑輸了一點 下跌風險會比較低 但我想兩隻選擇 二選擇一 沒什麼所謂 即是大家的都差不多 即是現價都可以入 現價都可以 因為市場剛突破 大籃籌的內銀股 應該都是跟著市場一起上 雖然之後的升幅 就未必好像有些增長型股份 例如信譽科技 銀魚這些 一路的營利增長比較高 那些股價可能更加波動 但內銀股如果要穩穩陣 向上的話 一定會有份 今天還有一隻內銀消息 就是1288的龍行 被人說他又抽稅 發行A股 雜思不超過1000億人民幣 1288今天都升得很厲害 升4.6% 報4.47% 這隻雖然暫時沒有觀眾問 Daniel 你覺得這隻的前景有什麼問題 這隻經營質素一般 當然這兩體 半杯水 究竟經營質素差一點 大家就不看好它 還是之後改善空間會大 營利增長動力 可能會比另外三大行高 也不一定 但投資者現在都傾向選擇 一路往績好一點的建行 工行 這兩隻請先 即是找些四大行當中的最龍頭 那個 可以這樣說嗎 當建行、工行跑贏了一陣 可能又會去落後一點的龍行 炒一炸 通常行業都是這樣的 龍頭那些先動 然後捉到差不多 超賣一陣一陣 去落後的 中線就不特別看好龍行 不如就找一陣子選擇建行 總括來說 Daniel 你部署內銀的策略 都是要大不要小 可以這樣說嗎 今年其實也是 過往小行的盈利增長會比較高 但今年因為中央的政策 都是要監管行業的放貸 表外的信貸要規管 影子銀行 各類的東西就要縮了 將那些放貸去表內的 正常一點 透明一點的渠道 這方面應該對大銀行是有利一點 在貸款增長方面 同時現在貨幣政策方面 可能會稍微收緊一點 跟著美國 所以預計上海的拆息都會趨升 對於小銀行來說 資金壓力都會有個上升的有慮 總括來說 Daniel說主要是推大價的內銀 首選每隻健康93級 講完內銀之後 還想和Daniel談談7000 7000動作多多 最新用33億人民幣入股新例傳媒 今天的股價都站上去 全日最高位460元收 其實公司除了有這些買業的動作 接下來的月尾又有業績 衷景下 你預計股價還有多少水位去上升 中線都看到500元 很多人之前都說 年初一陣都博 又去到500元再分拆 拆細 一拆五 幾方面的利好因素都支持到短期表現 業績當然是 因為騰訊業績很少令人失望 但繼續保持高增長 但擔不擔心高基數的效應 會有增長但會放慢 它會逐漸放慢 但又不會放慢 是很重要的 遊戲方面的營利 基數很大 遊戲大概佔了營利一半 那裏當然會逐漸放慢 但很多新發展 之前的營利供應較少的業務 例如雲端業務 廣告 那類東西 增長就開始加快 或者進入修成期 可以接力帶動營利增長 這是第一方面的業績 第二 其實現在外圍的科技股都很強 近期美股 每晚美股和科網股都做好了 所以今天的科網股都升得很厲害 金碟的全部都跑回上去 二線的很多都破頂 例如中國軟件國際354 近日都比較強 當然一線的騰訊 都不例外 都會升上去 雖然它近期都不算特別跑贏的市 但是當市升 大家都要趕快選上去年的火車頭 今年繼續帶著市上 當然再遠一點都是分拆概念 因為騰訊不單自己開發新業務 過去幾年都投資了很多不同的公司 或者收購 現在香港有同股不同權的 進程加快 可能很快就會有科網股來上市 所謂獨角獸 A股也是 現在市場的衝景 會有獨角獸回歸A股 現在騰訊可能更多分拆概念 陸續有利 上年有個月文成功例子 今年可能更多 不好 但其實今天也有460 你就看500 現價可不可以追入 還是如果手上資金不多的觀眾 有否有其他科網其他比較二線的選擇 可以給他們 我想首先是選擇騰訊 當騰訊破頂 可能會帶動其他二三線的科網股的氣氛 雖然剛才提到有些已經出線破頂 但是就比較參差一點 二三線的科網股表現時中 有些可能落後一點 但是最正老的 其實都是現在駁回騰訊破頂 好啊 Daniel也是就算回騰訊 兼且看他的目標價 就可以去到500元 大家就繼續看著 水位剛剛自己 另外說完騰訊 還想說一下今天的航空股 可以說每一隻幾乎是起飛 很厲害 那隻國航就收市升近半成 其實就看回整個大環境和基本因素 人民幣的走勢近期都是偏強 油價有反彈 其實會否看回整個行業 其實都值得憧憬一下 我不是特別看好的 是嗎 今年股價無異很強 主要反映內地經濟很好 有些春運的憧憬在客量上升 人民幣當然是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過後一年也是 但是其實航空業一直都幾難經營 競爭很大 也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很多風險要控制 包括油價 匯率 環球經濟風險等等 其實長遠都很難 有一個能見到高的增長 股價也已經升了很多 我覺得反映了很多好因素 萬一由人民幣升幅放緩 或者市場的氣氛有些波動 風險位納有些回落 可能焦點就是回到航空股的風險身上 例如油價 油價升 今年一直都是 所以現在股價值上 我覺得是反映了一些很方便的因素 風險那裡沒有反映到 忽略了 變成現隔晚沒有太多水位 反而要留意 即是說 按照你這樣說 拿著的投資者要放的 也是的 趁這個機會獲利 即是你覺得利好因素 有反映債 或者將來有風險 即是現在拿著的也不要 即是要放一放 是的 例如之前說 可以加票價 票價是市場化 那些因素也反映了 嗯 好 講完中資航空股 就看看觀眾問題先 有人想問Daniel的藥股 問1177 他說在15.7號而買了 想問還有多少水位呢 今天就升百分之1.5報15.6 是的 生物製藥類就非常之強 金絲水 即是中薪 那 之前有些其他可能半薪股 都是強的 走勢上就去到一些高位了 就醞釀著突破 未確認到突破的 可以多看幾天 看看是否真的突破到歷史高位 如果是 當然可以拿著 大概15.9這些高位 今天就一步之遙 如果真的突破到的 量度升幅大概有3元左右 就大概19元做目標 嗯 但其實照Daniel剛才所說的 其實這些藥股近來會不會都升得太厲害 都是貴的了 P.E.都不是 整體都真的貴的了 就算不是生物製藥類 即生物製藥類 當然是非常之高增長的憧憬 當然就不明朗了 但是有這麼高增長的憧憬 有時候估值是高些 但是其他製藥股 例如石藥的 是的 你正想問你的石藥龍頭 是的 它的股值也很貴 預測17年的P.E.都成四十多倍 絕對是高過它過往的歷史高位 現在處於股值高峰 究竟還有多少水位去呢 其實也有些疑問 是的 我看到有觀眾也繼續想問生物科技有關的股份 就是1061 他就抑制生物科技 他就有說到他大概在什麼位置買的7.3 就入了 那我就問你前景怎樣 就是破了位之後都走勢很強的 就是之前6.4度的高位突破了 就是今年年初的高位 明顯都是跑贏過市的了 因為這隻就小隻一點 同時間也是市值又小一點 變了突破了之後 可能股價飆上去的動力更加強一點 我看有機會去到8元 即是突破了6.4的位置之後 兩檔目標大概去到8元 好 另外有觀眾想問 Daniel 2669中海物業 他就應該是未買的 就問你什麼價位好入呢 因為今天同業的採生活就出了營起 都帶動到2669也有些聲勢 成交都是近這幾個星期最高的了 都有一些突破的趨勢 都是跟市一樣突破了三角形頂 這個股份都看好的 因為之前又納入了港股通 即是深港通合資格股份 又多了一些北水南下的憧憬 還有行業本身都是相對新興些的行業 起碼在股份選擇上不多 我看都是比較多資金去關注這個行業 都繼續看好 至少可以看之前的高位 三元這些歷史高位 即現價都可以 現價都可以追 好 有人問你371隻北紅水墓 他說在5.3毫一度進入 想問Daniel上網多少呢 371就比較弱 其實有些環保股近期很強 例如1257光大環保 即是破了頂 但水墓股走勢比較弱 即是之前二月份跌跌就一起跌 現在升上來 連續兩天都出陰燭 市都出陽燭 但它又出陰燭 似乎上面都挺大的沽貨壓力 可能都是一些蟹貨 有些套影壓力 有貨的可以先定止蝕位 即近一個月的低位 或是近這兩個星期的低位 大概都是5元的心理關口 可以守住就先拿著 但不要看得太高 我看可能去到5.7-5.8 去到去年年底的浪底 這樣會有阻力 最後問Daniel一個問題 就是問1558 有觀眾買了 應該沒有說自己有沒有買的 就是東陽光藥 就說暴跌 我問你是不是官網好 今天都跌超過6.4% 是呀 官網好 其實這隻股份也是之前升得很多 如果說要找些支持位 就可能要回到32元左右 因為1月那時候 那個橫行區都是32元 32元也挺大 那個支持位 也挺遠 是的 不出奇 因為它真的升得很急 2月份當市是跌下來 它反過來也是升了很多 這些股份就 不是說前景差 主要是股值的因素 升得很多 現價不是便宜的 今天才剛剛 你知大音足跌 成家又增加 擔心會陸續有些沽壓出來 如果真的想買 都是看定些才好 近期都是官網 看定跌 看到32元 下一級支持 我覺得是有33元 32元 好 謝謝Daniel 跟我們解答了這麼多問題 想問有沒有拿著以上提及過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Daniel 直播到這裡 拜拜